哈囉,各位大家好,我是雅濟斯斯泰迪 今天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大家看到的時候應該是除夕夜 所以今天就是一個賀歲小片 那今天想要帶大家去這邊的加拉夫看看 就是這邊加拉夫其實還蠻多跟台灣不一樣的東西 好,那我們首先就先搭電梯吧 這個是他們的電梯 然後其實我不太懂為什麼他們的電梯會是這種 有點奇怪的設計 好 他就是 有兩扇門 他會有,先有一個門,然後再一個門 這邊的一樓就是零樓 好 好啦 好啦 剛剛那個就是這裡的管理員 好 走 其實現在 走在路上呢 還是要戴口罩 就是 保護好自己 加拉夫其實就在 前面而已 坐的地方的旁邊呢 有一間 網美店 帶大家去看一下 超多人會在那邊喝咖啡 然後 有的沒的 在前面而已 這一間是 屁孩酒吧 這邊每天晚上呢 每天晚上都會有人在那邊就是喝酒 然後就是很多小屁孩 然後這樓下抽煙 好 就是這裡 這個就是 網美的店 在這間 給大家看一下 有 很多的 花 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還沒有什麼人 因為他們這邊吃飯時間都很晚 就很奇怪 就兩三點吧 所以沒有什麼人 就是網美的店 然後加樂福在 對面 好的現在我們來到了 加樂福 因為 大家看到嗎 後面加樂福就是 法國的 在歐洲你就是要 習慣很多東西 你要學著 自己煮 所以 就是加樂福 就會是你最常 需要來的地方 不然在外面吃呢 是 非常非常貴的 那我們就帶大家來看看說 加樂福到底有賣什麼東西吧 首先這邊其實賣了很多的糖果是比較便宜的 這邊的糖果就像是這個台灣比較常見的這個是小熊乖乖軟糖 就大家自己乘以32的 大家自己換算一下 應該是50塊吧 就是 糖果類的真的是滿便宜的 你看 這麼一大包軟糖 然後 超多的 這個差不多 一百多塊 就是軟糖 軟糖都很便宜 還有 還有 巧克力 像是這個 台灣最常見的 台灣賣很貴 就巧克力 其實都很便宜 跟這個 劍達出擊蛋 這個超大的 跟我熟一樣大的劍達出擊蛋 大家知道其實劍達出擊蛋有分為兩種版本嗎 在台灣的是 在台灣的其實改成是塑膠盒 就是不能夠在巧克力裡面放玩具的 因為怕怕人家吃下去 可是在國外的版本其實是 或是機場版本其實它是外面還是有巧克力 裡面包的是玩具 然後 這邊 很特別就是 這邊會賣一些 就是豬肉 就是豬肉或是火腿 你看 哈夢 然後一比例的 一比例豬 哈夢 還有這個 就是會賣 就是會賣那個 大火腿 還有這邊有很多 各種不同的起司 就是 最 像這個 我也不知道這隻吃 為什麼會 很像 轉得很像發霉的東西 什麼 藍紋起司吧 或許 然後還有這個 紅色起司 跟 綠色起司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 我其實也都還沒有吃過 還有一個東西 在這邊非常的便宜 就是 是優格 可能是因為這邊健身的風氣吧 各位看一下 就這樣子喔 優格 然後乘以32 就是才32塊 然後有6個 一個才5塊錢 其實這邊優格超便宜的 就是奶製品 優格牛奶 你看 超多種 優格然後都是1塊多 差不多 差不多是3-40塊 還有給女生 這女生比較喜歡吃 就是 零卡的 然後沒有脂肪的 一樣都很便宜 像這個 才不到 0點多塊 賣不到30多塊台幣而已 然後我最常喝 還滿常喝的就是這個 因為這個是 健身在喝的 有優格的 就是有優格的 protein 就是蛋白質 然後還有他們自己的那個 有天價比較多蛋白質的優格 這邊 反正一大堆都是優格 然後其實你來歐洲啊 你就會 你就會很懷念 就是說 在 就是很懷念台灣的蔬菜 因為這邊的蔬菜 帶大家看一下這邊的水果 好來水果 這個好像 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 葡萄 然後 就很小顆 酪梨 也蠻小顆的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奇異果 這個是 芒果 都很小顆 在這邊呢 就是 大家就是可以自己秤重 你就是 買什麼水果啊 你就是看 Fruit 就是你如果說買香蕉 你就是拿香蕉來秤重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這裡的選擇很少 這木瓜就很小 很小一個 很小一個 然後都是 陳 都是陳類的 像這裡就是 西洋梨 蘋果 新蘋果 沒有 沒了 那他們很喜歡吃這個柳橙 就在這邊就叫做 拿郎哈 你看 都是柳橙類的 這邊 他們的加拿福有自己的 生鮮 就是肉製品 那如果說你喜歡這邊的肉的話 你就可以跟他說你要吃什麼肉 我今天主要是來買 雞蛋 他們雞蛋也有分喔 你看這個是 XL 就是它是大顆的 那 這邊白蛋 大顆的XL 那它有小顆的 它有不是XL的 像這個 像這個 就是 L 就是他們的那個 可以自己選 然後就是 這邊 就會賣很多的 起司 就是這邊 會賣很多的 喊夢 就是 很多肉 生鮮的肉 然後他們會 有時候他們會自己切 這個就是這裡的特產 叫做 Chorizo Chorizo 就是他們的 乾脆的 香腸 然後這邊有 火腿 超大隻的火腿 這邊是海鮮 然後這裡啊就是 這就是抽取式衛生紙 就是很少很少 你看他們的抽取式衛生紙 都是一盒一盒裝的 反而這裡很常用的是 捲筒衛生紙 各位看一下 其實 所以這邊很少人會用抽取式衛生紙 我就覺得 很奇怪 再來這裡是 牙刷專區 牙刷的選擇也 非常的少 比較像台灣有高露節 有蘇酸定 有 黑人牙膏 白人 獅王 這邊都是 就 而且他們的牙刷頭都超大的 各位看一下 我的拇指 然後牙膏的選擇也 也 也非常少 就是高露節 青銀色高露節 或者是 這好像是 都忘記台灣品牌叫什麼了 就是抗敏感 是蘇酸定吧 就 就沒了 就高露節 好沒了 但是我覺得 就是 很奇怪的 一個點 然後洗髮精 洗髮精 嗯 肥皂也非常的少 就是肥皂的選擇 就是 就這 就這邊 不像 這已經算是 比較大間的加拉夫了 就是 就是選擇性 就是 那幾個 就是多芬啊 然後這是他們 Bile是他們當地的品牌 然後跟一些 就這一排 肥皂就在這裡 沒了 所以我覺得 也非常的詭異 那因為是歐洲人嘛 就是體味比較重的話 他們就很多 就 止漢用品 但是肥皂類的就很少 而且他們大部分都是 這種 就是你要用倒的 就沒有像台灣 不像亞洲就是用鴨的啊 對不對 應該用鴨的嘛 這邊的麵包都屬於 果物 果物麵包 所以我來這邊其實 也蠻少吃麵的 因為 他們就是很喜歡吃披薩 或者是 就是那個 PATATA 那個 馬鈴薯的一個國家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這邊的壽司 真的是 這個壽司 12歐 300多 就是如果說你是從亞洲來的話 你可能就 不帶回去吃 這個是西班牙烘蛋 他們很多 就是要吃生菜沙拉的 所以就有這一 一排是屬於生菜沙拉區 那他們的流程之就是自己 裝瓶子 這邊瓶子 然後放進去 就自己打 就自己壓 然後 一公升的話 是100多塊台幣 還有一個東西很便宜 就是他們的賣片 可能他們早上沒有什麼早餐店吧 可以大家看一下 就是小孩子在吃的 你看一個才1.25歐 就是也才三四十塊 就只有這一盒的賣片 賣片很便宜 而且還有Oreo的喔 你看 這個 Oreo的 但是Oreo的就這貴 一百多塊 一百多塊 那還有一個是他們的 其實他們就很喜歡吃這種 醃製的 罐罐 橄欖啊 然後 像這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玉米要 玉米要泡在裡面 就 辣椒 什麼的 我們現在買完 雞蛋了 給大家看一下那個 小屁孩酒吧 已經開了 在這邊 開門了 小屁孩酒吧 晚一點這邊 就有很多人在外面抽煙 然後就炒到差不多 兩三點吧 那就祝大家新年愉快 然後還會再持續 記錄一些日常生活 給大家看看的 我是玉米要技師 就能幫醫生做假 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